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已经给人骂成多梅内裤了 你知道吗 说法国当年有百科全书派的学者 你知道多梅内克是什么学者 他是仰望星空派 这是一星星座专家 他是个研究20年的星座专家 他这种人到台湾能活 没错没错 台湾什么都能用星象 可是他显然这次星象就整个估错了 他们说他这一次不用亨利 不用一些大将 就是因为他觉得亨利这些大将的星座和他相克 这跟中国算命是一样 很多老板会说 上一届也是 你的这个名字跟我是相克 我就不用你 怎么会这样 星象学家没看错 亨利就是背后捣鬼的其中之一 你知道现在法国队这个内讧 人家说这法国队这是什么 由闹剧到悲剧到惨剧 然后法国媒体现在已经接出来了 几个幕后黑手 就是说更衣势力 阿内尔卡 骂了多梅内克你这个婊子养的 对吧 这个事怎么跑出去呢 更衣势力的话 就像咱们凤凰内部会议开会说的事 你要出去说 那我们简直面顶之灾了 对吧 但是怎么弄出去的 后来现在法国媒体说了 是四个阿内尔卡的哥们 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亨利 他们这联手把这消息捅出去的 所以就不关那天那个体能教念的事 因为那天呢 你记不记得后来法国队罢念吗 咱们看一下那照片 你知道那天那个霸训 法国队我发现 霸训撤场的这个姿势啊 哎呀很有这个战时打把打赢 他们这时候就团结了 这是最有纪律的时刻 最团结的时候 最团结的时候 你说是跟那个队长 跟那个体能教练吗 对 但是他们这场冲突的原因 就说是因为他们认为 这个体能教练 是出卖更衣式秘密的人 所以现在很多说法 反正现在我们没人闹得清 我们只知道的就是 法国队其实从来就多内讧 98年就内讧 以我这个爱法国的人 我很了解法国 我跟你说这就是法国人 法国人最爱争吵 对 法国人最爱 他咖啡馆里 这事对跟他们聊疯了 你知道吗 这是最爱争吵的人 而且我今天这个查资料 我发觉原来个人主义这个词 源自法语 就是最刚开始有个人主义 是法语 所以我想法国人 这是真是把个人主义 发挥到淋漓尽致 怪不得我爱法国 但是总也不成军 法国这次你知道 法国人的心情 我跟你讲 昨天跟南非那个比赛 踢完之后 法国电视一台的解说员 跟咱们央视解说员 那个语调完全不一样 是吧 没有愤怒 没有爱上 只是平静说我们可以回家了 然后法国的报纸 打出来的标题是什么 地狱之门 什么荒诞游戏 什么的都是这种 我觉得其实 法国人是会平静的 为什么 因为赛前 大家就已经不看好 你比如说这一回出现 从这个赌球的盘口来看 香港不是合法的吗 赌球 用赌球盘口来看 你可以看的是 这回很多奇怪的现象 首先比如说像那天英格兰 居然赌他输的 是占大比例的 然后这一回呢 也是赌法国输 是一面倒的 法国对南非啊 这等于赛前 所有人都觉得他会输 所以他也果然完成了 大家的预期 你知道有个女网友 看完这比赛留言之后说 看来这个法国队输 给中国队的传说是真的 而且我昨天很多朋友就说 要熬夜看球 我说法国什么好看 就睡了起来都照答案 他说就看他怎么输的 他很想知道这个荒诞的球 在球场上到底可以 荒腔走摆到什么地步 尤其是昨晚开始 球赛是同时两场进行 我相信大部分的选择看法 我因为这场其实没什么好看 但就想看你搞成怎么样 不是你说这门道 我也觉得真奇怪 凡中国人讲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这帮人都是百万富翁 身价都比那南非高多了 就是说看来一个队 要是丢了魂啊 他能烂到这么一个程度 这是不可想象啊 他那种魂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不想踢了 你知道吗 他不是 他不是说那种 你刚刚说那种 是为了要求生存的 到最后一刻要获胜 对不对 但是现在他们不想生存了 他们不想踢 他们想回家了 你昨天从我们看球员角度看 90分钟 你看那个场上 那个有谁是想踢球的呢 西赛想踢球 因为西赛 李贝里 对 李贝里还 只有下面有个人机会 他要证明一下 但主要是西赛最可怜 这个中国球迷对他很有感情 因为过去我们的国脚政治 曾经把他踢断过脚 所以呢 使得他上一届世界杯出不了赛 痛哭流涕 就说是中国人害的 那是跟中国人有情节的 这一回好不容易 终于能够为国出征了 就踢着昨天这一场 昨天他只踢这一场 整个世界杯 你看见他那个表情 对 所以你看得好像他拿红牌一样 因为他一辈子 一个球员就想踢世界杯 然后他连续三届没选上 这回选上 上场的第一场 就是这一场 你看法国队那个眼神 你就知道什么叫空洞 昨天 是吧 真的是空洞 而且就像你说的这个 我觉得在欧洲国家里都说呀 跟中国最像的 文化上啊 民族性啊 跟中国最像的 就是法兰西 就是法国 所以你看 他这个踢球 你看上届中国打入世界杯的时候 中国队的目标 跟法国队目标是一样的 对 赢一场吗 平一场吗 得一分吗 不不不 他们是想得惯的 原来是 你别这样 不是最近也有人 他这个期望不断降低 最近也有人说了 说也不能都怪多梅内库 多梅内库就是说 有个职业伦理的问题 你这个球员这样弄 说关键是法国足协 第一个是法国足协 你为什么选择 多梅内库 当这个主教练 再一个是法国足协 把这个事情公开 而且开除 看到安奈尔卡 就企图分散 人们对他们的注意力 说这种行为 跟中国足协的策略很像 所以现在网友都在调侃 说法国足协有望 发展成中国足协 但是还是有个人能力的分别 因为像昨天法国 差一点就要重蹈中国负责 中国当年在小组赛 三场都输 而且三场无进球 叫三菱部队 昨天法国是差点变三菱部队 这个前世界冠军 你知道吗 因为他前两场没进过球 对 要不是后面不是那么一球 我让我想起来 当年中国队在小组分散 最后那一场的时候 球员大喊就进一球 进一球 现在法国果然还是能进一球 人家现在都有这段子 说法国足球令国家蒙羞 听到这个消息 中国男足笑了 对法国朋友说 慢慢你就习惯了 但是这个事 你刚才讲个人主义 我现在发现 这种